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了最近韩国最红的电影 该影片主要讲述的是《相信三秒决定命运》的普宝英 饰演的盛夕和《十年只爱盛夕》 一人的痴情男女停机阴光之间充满阴差阳错的恋爱故事 这部电影也是普宝英既假装热情 后时隔三年再次回归荧幕 因此在还未开播之前就已备受大家的期待 普宝英作为韩国大事的女演员之一 弯弯的笑脸加上甜甜的笑容 犹如初恋女友般的可爱模样 一直受到不少粉丝的喜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身高只有158 身材又娇小的女生 却与韩国娱乐圈当红的男神是合作了个别 2006年行届出演了 校园剧《秘密的花园》出道的普宝英 在2008年主演戏剧电影《非常主播》 之后一炮而骨 她还凭借该部电影 获得了当年青龙电影奖最佳新人女演员 将第四十五届百项艺术大厦电影部门 女子新人演技奖等多个奖项 而在2012年时 她与宋仲基一起合拍的电影《狼少年》 在韩更是累计飘航 突破700万观影人次 随后几年 她还曾与曹正式合作 那奇幻爱情剧 OH我的鬼神大人 与李公主合作电影突然变异 就是被RM成员们一直吐槽着光珠与头造型 在2017年时 普宝英还与大事男演员普久职 一同合作电视剧《大力女斗凤顺》 获得了超高的收视率 谁都没想到 这个28岁身材娇小 笑容至欲的全戏女神 独自闯荡娱乐圈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岂能获得如此的成就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而此次与普宝英一同搭戏 的长腿男神金英光虽出道时间较晚 但这些年来 他所演的许多电视剧都被人所熟知 2014年时 秦文光作为主演出演的电视剧 九数少年好评不断 同年 他还与李中说 小信惠一同出演了电视剧《皮诺草》 并在当年年底获得了SBS演技 《大赏新人赏》等模特出身的他 在圈内与洪宗璇 金与斌 也是非常要好的机友呢 158的全系女神 搭配187的长腿欧巴 这对身高差距如此 大的二人 此次在电影 首次作为主演搭档 饰演一对CP 光看脸都让人有心动的感觉了 SG成员银河 甚至还在自己的INS上晒出关后感表示 好久没有这样全新头颅看电影了